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激烈的枪炮声 九千亿名奉命北宜的新四军将士 吐骚国民党军队优势兵力包围袭击 新四军仓促应战 运血奋战八昼夜直至弹尽两绝 新四军军长叶婷遭到无力扣押 蒋介石一向欣赏夜挺的军事才能 始终在找机会拉拢其加入国民党 这一次蒋介石觉得机会来了 为了软化夜挺 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对他展开审判 而是命人好吃好喝 伺候着吕四派国民党高官以看望之名 轮番对夜挺进行游说 蒋介石对外大肆宣扬 使新四军动手在先 应将夜挺交军阀审判 单方面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 这炎而盗铃的把戏 很快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舆论压力 监狱外 共产党人以及宋庆龄等 也在为营救夜挺而四处奔走 周文来悲愤地在新华日报上写下 千古其冤江南一夜 同事操歌相间合集 此时的夜挺正承受着弯心之痛 窗外 日军的铁蹄正践踏着中华大地 家中 妻儿还在等他回家 而自己却深陷淋雨 1946年3月4日 在共产党不懈的谈判下 蒋介石终于将夜挺释放 度过了长达五年龄两个月的监狱生涯 此时的夜挺已经整整五十岁 面色虽显憔悴 但仍旧腰身笔直 目光炯炯 在出狱后的第十个小时 夜挺写下了早已在内心写过千遍万遍的入党申请书 很快 中共中央赴电夜挺 全中国都已熟知 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 自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 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臣 1946年4月8日 夜挺重获自由的第36天 夜挺一行人乘飞机前往延安 想到能够回到日司夜上的延安 见到毛泽东和昔日并肩作战的同志 夜挺感到十分激动 他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有数不尽的事想做 当天毛泽东不顾病体 与其他欢迎队伍一同在阴雨中等候 然而飞机始终没有出现 三天后两封夹急电报传来 夜挺一行人在黑塔山坠机 夜挺夫妇女儿叶扬梅 还未取名的小儿子阿九 以及同行的王若飞 伯谷邓发等人全部遇难 噩耗传来 举国上下悲痛难易 人们在延安、重庆、上海、北平等城市 先后举行了悼念活动 在道文中 周恩来深情地将夜挺称为 人民队伍的创始者 夜挺变长挫折与艰辛 仍初心不改 高官后路置于钱 却实质不渝 夜挺牺牲了 但他的一生 正如他在入党申请书中 立下的誓言那样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贡献我的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载子 protection 听估计 news 未经许可いう cofs 听估计 news 花估计 news ader